帐帐的开箱 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故事 我们很快的把它讲完好了 最近我的一个好麻吉他要去日本 那我就请他说 诶诶诶你去Seven的话 可不可以顺便帮我看一下 如果有这个笔 就帮我带个两三支回来这样子 我就就误诶好好好 后来我这个好麻吉从日本回来 他就真的带了一支笔给我 他说诶帐帐 我们在便利商店根本找不到 你跟我讲的那一种笔 于是呢他就去环球的时候 他就顺便帮我买了一支笔 蛤环球? 去环球的时候帮我买了一支笔 那我回来就有点错了 于是呢他就去环球影城帮我带着 这个笔回来 这什么笔呢? 看起来就是游乐园会出现的笔 对啊 非常感谢他 对对对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这边有一个孔 他是一支会发出声音的笔 我们要做快速开箱文 结果没想要开这么久 他还发出鸟叫声 然后我拿到这支笔 后来我就疯狂的按 所以在公园的时候你觉得很无聊 然后天空啊都没有鸟 因为天空现在都是雾霾 有了还是会有鸟 但可能鸟不叫了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拿出这支笔出来 疯狂的按 疯狂的按 你的旁边就会越来越多的鸟 因为鸟听到鸟的声音 彼此间会有产生共鸣 这个笔还蛮酷的 就是非常的疗愈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文 来个一百连按好了